花蓮市工作争取地震后附件经费 进行花蓮市中山路的人行道改善工程 从108年10月份动工到现在 工期相当长 也让工程周边店家市抱怨连连 花蓮市民代表会特别组成专案小组到现场会刊 除了由施工所和施作厂商来说明工程状况 也要求相关的防护措施 还有敦清木林工作要能够更加落实 以减少民怨 花蓮市向银建署争取震灾修复工程经费 要改善中山路人行道空间 从108年10月开始动工分段陆续进行 但是冗长的工期也让周边店家抱怨连连 那个做很久了吗 月初做的啊 会对你们造成什么影响呢 生意都掉了七八成 真的哦 没生意 差那么多 出的也不能停 摩托车也不能进来啊 很久了 对啊 就是12月初挖得到现在 12月初 这个尾吹 他那个10月30号就尾起来了 10月底就尾 12月才做 10月30号就尾起来了 影响很大 对啊 不方便 真的 挖这里都根本是有不能做好不好 这个啊 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了 阿姨会对你们造成什么影响吗 当然你也知道客人怎么会来 真的 差很多 那很多 那一半有啦 现在都是电话而已啦 只是很好的朋友才会进来啦 就都没有办法进来了这样子 对你们的出入也影响吗 当然的啊 华联市民代表会特别组成专案小组12月10号到现场会刊 要求工所和师座厂商来说明工程状况 那很多的纠纠就是厂商跟店家或者是厂商施工期间的人数 有时候一两个人 有时候甚至没人 那这些这个对于店家的态度也很差劲 然后被我们骂之后 昨天突然来了十几个工人来这边进行施工 有一次这个铁板烧那边早上要来开门的时候 无法进来 因为前面都铺了水泥 然后厂商根本没有跟他们通知 连贴个公告都没有 那这些的营业损失 这一年多来 这些店家的营业损失 心里的伤痛 到底谁要来负责 那因为时间也较长 那在工所跟这个厂商的这个横向联系上面 我想也出了非常大的问题 那所有的工期的这个天数 那商家这边也全然不知 我想这个对这个整个做生意的这个商家 伤害非常的大 那今天特别到 跟我们所有代表会的同仁 那召开这个专案小组会议 能够来到现场实际了解现况 那我们来去跟这个工所跟厂商三番面 来做这个讨论来做一个检讨 华联市工所表示 由于工程要配合多个管线单位的 施做齐存 因此才脱长的施工期间 相关的配套作业 施工所会加强改善 施工当中因为 我们虽然已经协调了很多管线单位 来同时进行施工 那各个管线单位 因为它有它派工的一个 齐程的问题 所以可能有一些时程上的安排 让地方的民众无法就是尽如人意 那个满意说这样的一个进度 那这个部分我们以后就是相关的工程 当然也会就是持续的来做一个改进 那还有就是说民众有反映说 如果他们就是我们施工前没有告知到很详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个也是我们以后可以改进加强的地方 施工所表示 这项人群道改善工程已经进入尾声 预计在12月下旬就可以完工 请民众多加借量 戒律会欢迎市报导